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久不见的女神张曼玉上热搜了 在《少年可期》里 她谈到自己在草莓音乐节被观众诟病跑掉时落泪 她说草莓音乐节她才真正地受到了人生的打击 她站在舞台中央语气真指诚恳 我来之前查了怎么在草莓音乐节不走音 可是查不到 她说自己从前真的像公主一样顺利 该得到的都得到了 但唯独在音乐上感觉很受挫 甚至不敢出来见人 但是挨过了那一年之后 她的力量就回来了 手里握着头龙剑 要拿下前方的城池 为什么你几句话 我就不允许再玩这个游戏 这不公平 我就要玩下去 而且要玩到我不想玩为止 她置地有声地反问 也是镇定自如地自沉 这样的绝鉴和越挫越勇 才是我们熟悉的张曼玉啊 网上有人议论 张曼玉也过得太心酸了 前段时间 港媒拍到张曼玉 独自一个人出来逛路边摊 她在路边摊上仔细挑选 非常认真 又接地气又居家 港媒八卦刻薄的评价 搬出豪宅 古寿如柴 又买路边摊 张曼玉玩景凄凉啊 这些年 只要她一出现 港媒总是挤眉弄眼的暗示 她日薄西山 不复往昔 她过得不好 在残忍势力的港媒那里 贫穷和单身 就是对香港富权社会的双重冒犯 哪怕是天后下凡 逛地摊这么亲民 拉好感度的行为 她们也要不怀好意地带节奏 公开羞辱一番 但实际上她过得怎么样呢 前不久她付出录制了新节目 《少年可期》 被拍到和范城城的明星 广菜市场 她很熟练地跟老板溢价 笑起来特别有亲和力 从前在大家心里 高高在上的女神 这一瞬间充满了烟火气 她当上了小鲜肉们的师父 指挥若定 一颦一笑 举重若轻 她还是金贵的影后 但眉目间 又多了另外一份活力 张曼玉西影的这些年 她都很忙 她做音乐 在舞台上 变身黑金摇滚的 朋克女郎 组乐队 出单曲 玩架子鼓 用性感独特的烟嗓 唱后摇 她画画 种黄瓜 自己米发 日子过得精彩绝论 西影十几年 她把荧幕里的精彩 转移到了生活里 港媒喜欢渲染 她没有婚姻和孩子 用传统婚恋价值观 来规训她 但她拥有充沛的 自我价值感 和更高洁的人生追求 真的没空搭理他们 她实在有太多 有趣的事情要做了 她是被上帝 指引着演戏的人 有傲雪七霜的 笔腹和演技 她肆意洒脱 独善气身 永远走在时代前面 刚出道时 她被导演骂哭 就默默用无数奖杯 为自己平反 被质疑是花瓶 她就用一个一个 经典角色 为自己证明 她在某杂志采访中谈到 自己的偶像是麦当娜 因为很欣赏她的经历和勇敢 永远不服输 人生就该像麦当娜那一样 要果决坚持 力量十足 张曼玉是大众女神 在物质和精神 双重贫瘠的九十年代 她就是我们对 浮光略影的东方风前的 最高想象 在过去的漫长岁月里 张曼玉这三个字 代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是某种饱含期待的信任 到了如今 这一切仍然没变 她依然值得你追随簇拥 营销号还在关注她 老没老这些肤浅八卦 她已经手持利刃 要去收割更大的世界了 她坚韧绝较 永远看着前方 55岁的张曼玉 没有老去 年龄让她更加明白 自己想要什么 加上她身上的天才波 她就像一柄利剑 要去收割她想要的一切 所以说 女神永远是女神啊 营销号嘲讽张曼玉 买低单货是穷 甚至揣测 她唱歌是为了钱 不爱惜羽毛 那当然是不可能的 她可是金马金像拿到手软 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双料影后 身后自然有雄厚祭奠 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靠这点收入来垂头 何况 以她的江湖地位 想要新的广告和角色 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她买地摊 是因为她已经不需要 用昂贵的包包来装点自己 她付出唱歌 就像她说的那样 是因为从小就有这个梦想 她真的是那种 很有追求 有梦想的人 她愿意冒别人不敢冒的险 永攀高峰 随千万人 无王矣 她在拍完清洁之后 谈到了自我要求 我不想让大家觉得 张曼玉始终只是一个样子 没有感情 没有渴望 没有失败 只是完美地走来走去 我希望拥有粗糙 但强大的力量 胜过虚伪的美丽 很多人说 她去唱歌是自毁虔诚 但我觉得 这才是把她看薄了 张曼玉不是唐妙高鱼里 一尘不染的仙女 而是拥有巨大生命力 勇敢智慧的女王 女王本来就是要上战场 大杀四方的 在很多人眼里 或许得到了张曼玉 那样的成就 就心满意足地 顺势过起了平凡的日子来 就算从前 还有很多拼搏的理想 到了一定的年龄 成了家 全部一并放下 张曼玉不是 她从来不在 世俗意义上寻找圆满 她不像其他女明星那样 攀高恶贵门 在婚姻关系上发力 而是为更大 更高阔的理想奋斗 她说 我觉得人的一生 可以有三条命 如果我演戏演到七十岁 那只是仪式人 如果还做剪辑呢 又做音乐呢 这样是不是 比我演戏演到死更好 在最新的采访里 她说自己这一生 最想做三种职业 演员 歌手 剪辑师 前半生 她拿下了 双尿影后的桂冠 五十岁不到 她又站上了音乐舞台 人生一点点的前进 她也在奋力奔跑 年轻人喜欢照高天下 把Flag立在脑门上 但她什么也不说 而是沉着冷静 实事求是 神不知 鬼不觉地达到目的 她为了不在无效社交上 浪费时间 从来不自拍 甚至把手机前置摄像头 都贴上了 绝大部分人 还在沉迷美颜相机 带来的虚幻假象 她已经认清 人生到底意味着什么 去努力得到 自己想要的真相了 人们还在感叹 她美貌不复存在 她完全不把这个 当一回事 美貌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张曼玉说 我觉得单纯的美 很是浪费人生 美要加上滋味 加上开心 加上别的东西 才是人生的美满 那些空洞虚幻 毫无灵魂的美 靠美颜相机就能获得 但有什么价值呢 要单论美 她是老天亲吻过脸颊的 顶级美人 但她完全不把自己的美 当回事 人因为有浪费的资本 而显得高贵 她一生金歌如马 拿到了能拿的所有奖项 但她仍然努力在跑 努力拓宽自己的边界 闯进更大的世界 她要握着天才波 活成三条命 愿意去试错 去努力 保持空碑心态 虚心学习 张曼玉这一生 过得足够生机勃勃的原因就是 永远不对平庸 失败妥协 她有天才波 最可贵的是 她还足够爱惜这份天才波 天赋异禀 又足够努力的人 谁会不爱呢 张曼玉之所以被世人这样偏爱 就是因为她永远坚韧不妥协 她的果敢率直 实在值得所有的年轻人看起 张曼玉的一生 是值得所有女生琢磨 学习的一生 她在少年可泣的节目里 仍然活力四射 充满少女感 歪头纱 无脸笑 还有很多可爱的小表情 她和这些鲜肉年轻后辈待在一起 也非常谦虚 学习他人之常 以规避自己的短处 使她一生都在坚持的事情 她还鼓励年轻人 要跳出舒适圈 去挑战自己不擅长的东西 因为突破自己本身 就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张曼玉真正被封神的软玲玉和甜蜜蜜 最开始的选角都不是她 但最后她仍然凭着一口气 一路风光到柏林电影节 横扫各大假象 她在草莓音乐节上 也被嘲笑走掉 不好听 但我相信 她还是会用同样的方式 证明自己 一个人对一件事情 竭力钻研 苦苦求索的时候 不管有没有上帝的金手指 也一定会得到一个不差的结果 做歌手 做剪辑师 需要天赋和运气 但最重要的是 是要有坚持不懈的努力 才能抓住机会 变成实力 这就是亚洲影后 新晋歌手张曼玉的经验 我们也是这样啊 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 先成就自己 年龄 婚姻 家庭 从来不应该成为 足导女性追求梦想的绊脚石 女性最好的样子 就是要洒脱 爽快 在自己人生轨迹上 永攀高峰 综艺《少年可期》里 张曼玉实在给了我们 太多的人生启发了 打破表签 才能活成 自己最想要的样子啊 好了 文章分享完了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彦坤 再见 大家认为更好的读者 我希望能够一下 我希望能够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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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上